好 昨天晚间11点半左右 台北捷运双联站发生了一名 年约20岁的日籍女大生 落轨的意外 锦销赶到现场 女子已经没有意识了 随即送往马街医院急救 目前情况不乐观 锦销赶紧将落轨女子送医急救 19号晚间大约11点半左右 在台北捷运双联站月台 发生跳轨意外 警方出复调查 伤者身份疑似为日本籍女子 年约20岁 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她是趁北上列车减速进站 从月台医药下 受到落轨意外影响 往淡水的捷运列车整个停摆 而锦销抵达现场时 女子已经没有意识 紧急送往马街医院急救 至于落轨原因 还有女子确实身份 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我们换了一下 他们换了一下 尼连空 在顶部 人上 你换了一下